比較弱勢的題目 弱勢的議題 弱勢的主題 因為這樣子他們是在我們講的 括號主流媒體之下 那個議題是比較不容易被出現出來的 那假設你也去拍一些 也不能說不好啦 就是一些很普通的 我們常常很看到的那個 那我們有必要這麼累去當公民記者嗎 沒有必要啦 我們應該去報導 或是去挖掘 去發掘一些 就是比較沒有很關注到的東西 這樣子才是 我覺得我們做的會更有利益 我們在講社會公益 那社會公益誰來幫他們講話呢 就可能要透過我們 假設他自己可以 那就是他啦 或是我們去幫他 那假如他沒有辦法 那就是如果我們去行動 那另外一個 當然我們也希望說 經過我們的報告 然後我們就有一些 我們所謂的公民行動 你的東西是會引起大家的關注 然後大家都出來 像不是像現在的臉書就按個讚 讚讚讚讚讚讚 然後就 雖然你很關心 可是就是沒有行動 那是另外一個問題 也許臉書大家習慣按讚 沒有出來 可是有時候我們還是得 得想辦法 用什麼方式讓大家出來 就是要達 例如說像901那個事情 我們 原來疫情也沒有那麼多 那時候我們還跟 管總長官老師 我們在講說會不會 人能燒怎麼辦 可是就是 然後中國時報 一直在幫我們加油這樣子 幫我們加柴火 然後越燒越旺 越燒那一天 那麼多人 可是真的就是大家要站住那 那是不是可以經由我們的報道 經由我們的報道 我常常講公民記者就是點個小火 點個小火 然後大家幫忙加點柴火 讓它收起來 然後再過來我要講的是說 假設你公民記者 你的基本功 你的馬鋪練好了 你可以寫很深度的報導 你可以拍很好看的影片之後呢 你有什麼管道可以對外公路 怎麼樣去發 當然第一個我覺得很重要很重要的 現場的人一定要讓他看 這個是石雕公園 我們大概10月15號 10月10號就是 剛剛看到那個 大家要去看那個 10月10號大概五六百個 但因為我拍了以後 那他們就決定 其實我是比較幕後的角色 我不是出面的 然後我們10月5號 就在公園裡面辦電影院 他們叫秋風電影院 因為已經快中秋了 所以他們就辦秋風電影院 然後就在這邊播 播那個影片 這後面 其實這後面很多都是人 因為暗暗的 看不清楚 還不嚇 很多人 那這樣子 就是讓 那一些人 那一些人看到 因為有些人就看到我在影片裡面 我在那邊 一排是什麼 這樣子 那個對他們的來講是 很了解說他自己的位置 或者說很激勵他 人家好像講什麼手應會啊 類似這樣的東西 你們有機會的話 一定要做這個事情 然後再過來 就說 現場棒就是那些人看 那我們怎麼樣 丟 就是說 我們一開始講那個 我就是媒體 我就是媒體嘛 我的管道在哪裡 就在這裡 其實大家應該都會用 對不對 大家都會用嘛 我想問一下年紀比較大的 你們也都會用嘛 好 會嗎 不熟 他9月底要去參加open house 禮拜五 很好 就是說這些管道 就是說我們 我們沒有電視台啊 我們沒有報紙啊 那我們東西往哪裡丟 當然就是往往不丟嘛 所以像YouTube 像YouTube 那時候還有另外一個結尼 他做 上CMN這樣子 然後部落格 這些大家應該都知道 然後連署平台 就是假設 你除了報導的那個角色之外 你還想多一點行動的東西 部落格啦 連署平台啦 像臉書更不用講了 大家都弄得很熟 甚至現在臉書幾乎是一個很 上部消息很快的地方 可是要小心喔 裡面很多 訊息也許都是 有問題 不對的 不要看了黑影就開槍 奉勸大家 因為在臉書上 臉書上常有這種問題 或者說你看我偷了好奇寶寶的東西 就是那時候 那時候 關寶在 區委會 那個 挺的時候 你看浩雞寶寶就去直播耶 對啊齁 直播也是你一個可以用的方式 那當然直播要 要多一點 也許多一點技術啦 或是說 或是說你有沒有辦法是 類似一個直播的平台 就常常有人 你習慣去看 因為現在台灣大概比較常直播的就是 PMN 公視的PMN 他們就固定 假如他們沒有去外面直播 他們就直播那個公視的節目 這樣 養成大家收看直播的習慣 另外你還可以做網路節目 雖然我們沒有電視台 可是我們可以網路上面開一個電視台 這是新頭殼嘛 那新頭殼他就跟一些MGO一起合作 我記得好幾個人 因為他們上次也 也有找我去幫他們講一堂課 就那幾個MGO 那他們就 針對他們的議題 甚至他們去準備一些資料 或一些影片 然後他們就在新頭殼的那個 這個地方 開放編輯室 不是開放編輯室 開放編輯室是他們live的 是他們 就是說 我記得那時候有 譬如說南洋見面會 荒野 還有那個95聯盟 好像這幾個 好像這幾個 那他們就 針對他們自己的題目 就去那邊錄影 看是要live的 還是說是 先預錄好 就類似一個 一個 我們講的一個頻道 這樣就可以看 那也是一個管道 就是我們一個發生的管道 然後再過來 我覺得還有一個就是說 現在 現在的 電視台好了嗎 你們有沒有發現一個問題 就我 我講我的經驗 因為有時候中午我去外面吃飯 我就在看報紙 然後旁邊不是有電視嗎 他就在播那一折 欸 他不是我正在看的嗎 然後翻一折 欸 他又播了 翻一折 他又播了 那個經驗是很 很明顯的 這我們現在的媒體都是這樣子 對不對 所以早上 早上現在電視不是都有讀報嗎 電視喔 在讀報紙 因為他們的記者 就要趕快看完 然後自己保險 現在是這樣子 這樣 我不是說這樣不好 而是說他也沒有辦法 因為報紙講過你電視為什麼要報 那有沒有辦法 再把它多深入一點 因為就是說報紙是一張照片 那些文字嘛 那你電視去報導 也沒有辦法 多拍一些現場 甚至你 因為你比較慢訊 那你有沒有多採訪一些人 甚至採訪一些專家 然後你的電視報導 要比報紙的更內容更豐富 有沒有辦法這樣 也許有也許沒有啦 也許他就是YouTube新聞 然後就不折了 可是我覺得這個影響力 我們不能忽視 畢竟還是很多人在看報紙看電視 所以假設我們的新聞能讓這些商業媒體 不要講主流媒體 商業媒體能採訪引用的話 那是不是你的新聞會更有影響力 對不對 就是最近那個多喝水的事情 味單多喝水那個事情 就是上下游的一篇文字報導而已 然後很多人 很多人好像幾萬人對不對 幾萬人看 然後報紙電視就跟了啊 是不是這樣子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那個 我們雖然對商業媒體有一些意見 可是本來的媒體的運作就是要這樣子 我們那個影響力才會出來 對不對 所以就像這一則 大普這一則 然後後來公司就爆了 對 公司爆了以後就是 有一些媒體就跟進來了 我們不管他什麼目的啦 政治目的或怎麼樣我們不管 他就爆了 然後後來報紙也爆了 八百萬人看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這一篇 就是717上海道那一天 那個隔天的報紙竟然說八百萬人在看 我們也一直不清楚這個數字到底什麼 啊可是那個運作就是這樣 從網路 我們常常講 我們必須從我們的機會是要從網路 反攻回去媒體 這樣子才有機會啦 我們假如說一直都是在網路上有傳 其實還是有 台灣還是有很多人 比如說我們都年紀大一點的 或是他的 他沒有習慣在看網路的人 他就是沒有機會知道這些東西 所以我們從網路到處的媒體這樣子 那另外我講一下Peple的例子 譬如說我們的新聞是直接放在Peple上面 可是Peple他可以用另外一個方式 譬如說那時候大普的事發生之後 那中間這位是徐世榮老師 他是農政在幫忙講鼓勵徵收的問題 那我們就跑去Peple錄影 雖然是網路上的 可是那個就有一個機會是 我們可以去透過一個什麼管道 然後去談那個媒體 那另外像這個是國光實話的 這是十月一 這是朱祖軒 這個更大咖的 朱祖軒上禮拜是不是有來 對不對 所以他們就來談國光實話的問題 就是說我們的報導出來以後 我們是不是透過再一個這樣的加強的一個過程 那這個都是我們自己可以掌控的 雖然我們沒有電視沒有報紙 可是在網路上我們做這個事情 我們都已經是很熟練的 都已經在做了 那再過來講一下就是剛剛好奇爸爸提到那個問題 就是說其實我們每一個公民記者 你可能都是在一個地方一個地方 那也許那個題目都是一個小地方人知道知道 可是有沒有辦法讓他出來讓他更多人知道 或者說我這個問題這裡有 你這個問題那裡有 就像大虎事件之後 我們這樣子消息一出來 才知道原來台灣有那麼多地方在 在那個土地要被徵收 所以我現在正在努力的就是說 我們我要去串各地的公民記者 我把它叫做我們大家一起要打群架 我們要一起合作來打群架 我們這樣力量才有 那我舉一個例子就是 去年10月有一對夫妻 然後帶一個小孩子 他們去環島走路環島三個月 從10月1號就開始走 這樣走一圈 然後走到今年的1月1號回來 那我四個月 我會想拿到公民記者 而且登記者 是 這是 你的 你 è